流行性感冒病毒 因为很容易有严重的高烧 然后疲惫酸痛感 但是在幼儿跟老人身上 它引起并发症的几率更高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 流行性感冒病毒 它是一个比较强烈的 对人体有伤害的病毒 那通常还是以飞沫传染为主 一般来讲 咳嗽喷出来的泡沫 是最容易直接的传染给人 所以之前我们在预防流行感冒的时候 我们是最强调口罩的使用 还有打喷嚏或是咳嗽的时候 要注意方向 其实这些泡沫 也很像冠状病毒一样 还是一样会透过接触的环境 比如说门的把手 或是一些开关 然后最后再用透过嘴巴刺进去 只是它的比率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方面洗手上还是要注意的 流行性感冒病毒 它的症状很强烈 其实是不分年龄层的 也没有说什么年龄层比较耗发 那我发现是跟活动力比较有关 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是跑的区块范围比较大 然后接触的人群的机会比较多 其实中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机率就比人家大很多 流行性感冒病毒因为很容易有严重的高烧 严重的呼吸道症状 然后疲惫酸痛感 但是在幼儿跟老人身上 它引起并发症的机率更高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 那甚至会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并发症出现 流行性感冒最常见就是突发性的高烧 还有极度的酸痛跟疲劳 它的高烧常常是39度以上 而且很不容易退烧 甚至吃的退烧药的时候 反复性的一直烧起来 那有时候我们医生在看到 有这一类症状的时候呢 就会做所谓的流感快晒 那快晒大概是很快就可以判断出 是不是流行性感冒病毒 我们觉得差异最大 大概还是它这种疲倦的程度跟高烧的程度 那流行性感冒的确是高烧不容易退的 一般感冒大概有在服用帮助的药物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病程是比较缓和的 有50%的诺劳病毒 的确也是会有发烧的 但是它的发烧通常比较缓和一点点 但是它比较强烈的却是肠胃的症状 那虽然诺劳病毒一部分呢 也会有咳嗽流鼻涕 但是它这种咳嗽流鼻涕 其实是比较缓和的 那所以当我们在看到 上速下限很明显的时候 我们都会严重的怀疑是诺劳病 是轮状病毒 预防六七星感冒 唯一的方法 跟我们现在预防 COP19也是一样的方法 还是强调口罩跟洗手 最主要这一类的病毒传染的 还是以飞沫传染为主 所以密闭的空间一定要小心 那与人群的接住 还是尽量保持近距离 病毒从口入 那一定要强化 强调洗手的重要性 但是洗手的时间 也要注意 要洗酒一点 洗仔细一点 那这两个都有办法做到的话 其实六星星感冒病毒 甚至是一般的感冒病毒 都可以预防